南投县政府9号下午紧急召开 严重特殊传染肺炎应变会议 针对中央宣布防疫三级警戒 延长到7月26号 同时又从13号起回解封 由副县长陈振生邀请相关局处 谨慎主义检讨回解封各项管制作为与可信性 另外双龙七彩吊桥 尊重部落意愿仍维持不开放 近近高空观景步道 则存载人数降至四成 每天以1200人为上限恢复开放 另外针对新立乡的双龙瀑布 因为部落认为会经过他们部落会干扰 影响到部落的整个安宁 所以他们原则上希望我们暂时还是红币 不要开放 那另外就是清静的高空步道 清建国民宾馆以及中央的相关单位都已经开放了 我们还是采取开放的方式来让民众能为了安全能行走在高空步道里面 重复县长指出 至于警方执行防疫规范取离可能出现纠纷难题 更是由待中央重视处理 让民众能够接受以及遵循 那就整个内容方面我们感受得到中央虽然危急风 不过设定的条件比目前三级警戒还严格 所以今天特别针对有一些问题的部分 包括我们夜市传统市场 餐饮的措施 特别提出检讨 那原则上我们夜市的部分 修正之后 除了依照中央的规定 我们也做了一个主准外带的一个措施 南东新政府针对7月13号为解封 晚间决议 夜市可申请赴业 但仅提供餐饮或是百货项目 不能够经营娱乐游戏 且餐饮只限外带 不能够试吃内用 记者商经福南投市采访报道